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网视频 我是尖美 夏天为大地带来美腿 不是 应该是 夏天尖美想加入泳队才对 不过可惜 泳滩救生员人手严重不足 现时刊民处客下39个公众泳滩之中 只得18个有提供救生员服务 换言之 全港公众泳滩救生员 开放率根本不足一半 说到这里 尖美不其然想起一个笑话 有人问 全世界最无聊的工作是什么 有人就答 当然是在奥运游泳比赛做救生员 而在2016年李若热奈奥奥运会 有人就弄了一张恶狡图 如果觉得自己很废 不妨想想奥运会的救生员 但有做过奥运会救生员的朋友 现身说法 说这份工作并不是开工等下班 坐以待币 钱币的币这么简单 虽然正式比赛很少需要上阵 但就试过在一场奥运选拔赛中 同人不同命 同姐不同病 康民署客客游泳救生员 就没那么幸福了 据港狗请的员工会 在社交平台透露 现时开放的泳滩当中 有不少救生员都是 刮冬场保西场 由其他泳滩抽调过来 临时填补位置 不是泳滩旺季 人手安排已经穿洞 到旺季来临 真是不知怎算好 那也不止 不要以为泳滩不开 还可以去泳池游泳 佳因 受人手不足影响 连公众泳池都只能局部开放 为什么泳滩救生员留人手放呢 就是待遇不够吸引 工会坦然早在几年前以预警 救生员将会出现严重人手短缺 并呼吁检讨救生员待遇和招聘制度 尽快增保人手 特别是检讨及改善救生员晋升机会 例如将季节性救生员 转成长期雇佣合约员工 当局例牌又是借了龙耳陈折耳 最终就爆煲了 又不怪救生员 人望高处水向低流 私人泳池救生员人工高点 工作又清闲点 谁人都懂怎选择 而康民署就强调 本年度季节性的救生员招聘工作仍在继续 获聘者将陆续上任 又说已推出一系列措施 吸引更多人投身救生员行列 以及挽留现职者 包括提升季节性救生员 薪酬及待遇 同时加强招聘宣传 包括在公共交通工具 受欢迎报章 和社交媒体网站等 刊登招聘广告 事实胜于鸿便 官老爷是否真是老喜 就指加油降 夏天永季来近 很快就有分腰了 讲讲康民署客客泳池和泳滩的救生员 除了人手不足 还有很多问题 例如 申诉专员公署就批评过 救生员请病假比率 远高于其他政府部门 除了反映 康民署管理松散混乱 也显示救生员士气低落 想都想到 当出了半斤力 上华拿回足百两 都沦为遥不可及的理想 很多人都会选择射波 结果就是变相惩罚 进职进责的好员工 加上部门又是没网管 结果自然是 你请我都请 两杯粥业请 形成恶性循环 工会代表强调 检讨救生员 新愁待遇刻不容缓 输入外劳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 一页落之天下秋 政府救生员人首方 何尚不是整个香港的缩影 社会危机四伏 市民出街 不是担心南亚帮劈友 就是担心被车撞 再不是天降头掌 分分钟都可以拿命 凝重不到一个 留得住人才的环境 却就一心想着抢人才 写本续末 香港想有运行都几难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觉得like搞错还是不分 投票告诉我们 我也是时间去游泳